早餐想不想来点不一样呢 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 这里谈的话题有够变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主厨向调龙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飞碟早餐 庞香龙权威掌厨 这的赵大康先生的 少康战情室 从这个礼拜开始 那星期一到星期天 周末版 所以周末的两天 过去少康战情室 星期一到星期五 那现在的星期六 那赵先生在星期六呢 也是一样 那有周末版的少康战情室 礼拜天 那赵先生让他休息一下 礼拜天 那会有一个小时的周日版 周日版 那我会去 我会去拜打一下 助攻一下 那 那议题的设定上面来讲 因为接下去 大概每一天 每一天各种的政治社会议题 大概都会非常热啦 选举年 那所以呢 周末版呢 现在在 在T台 TPPS台呢 在他的综合台里面呢 现在呢 开了周末版 从本周呢 开始 来 看一下这个今天的 今天的重点的新闻 今天重点新闻啊 然后我 我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 早上的事情 当我们的直播打开的时候 我就先把我们的四大报的这些呢 头版的新闻的先让大家呢 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你透过直播看得到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你就听我讲就好了 今天四大报 来 这是联合报 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的新闻 韩国瑜市井 2020是中华民国的生死之战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中华民国粉 我不是韩流 我不是韩 韩粉 我不是什么粉 我是中华民国粉 那这些大陆的朋友们 大概也都都知道呢 我是一个标准的中华民国粉 所以中华民国粉 就是比如说呃台湾的一些的 一些的独派团团体 或者大陆的一些的 比较的比较激 激进的这个声音 那会对我有一些批评 所以我是民进党的 说我说我是统派 但是呢大陆的这些的 这些的所谓的红统 那这些的武统的声音 那会会说呢台湾 那没有没有没有所谓的统独 只有台独跟独台的问题 那对于像我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会觉得我的我的思考是典型的 所谓的独台 或者是民进党深绿的独派人士 说的华独 我不是台独 我也不是华独 我是你过去没有听过的 叫华统 我我是一个中华民国统派 我是个中华民国粉 当然你说华统是不可能的 我不会去跟你争争辩了 我知道啊 两岸的两岸形势上面的落差 要以一个一个一个中华民国体制的理想 去追求一个国家统一 它的难度非常高 可是第一个 信念本身的纯粹性 不只在于追求那个那个终极的目标 好像要以中华民国统一 就像当年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三民主义统一说中国今天你不喊了 那 所谓的华统 你可以呢 框进那个所谓的中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个概念里头 但是 华统重要的是对于你本身所生活的制度 这个中华民国体制 本身不只是情感 信赖 而是觉得这个体制 在华人世界里面 有它的相对的优越性 虽然台湾内部整天整天吵 就是大陆的这些朋友来讲 他们所接收到的台湾的政治的讯息是非常片段 是是很残缺的 他们会觉得 这种的民主有什么好 我也我也不是说台湾的民主多好 台湾的民主当然充分曝露了民主政治当中的某一些的弱点 比如说当他被意识形态高度绑架的时候 高度主导的时候 大家呢会厮杀惨烈 社会呢会出现的对称性的分裂 大家呢会原地踏步 然后会整个整个国家的发展 会受会受困扰 会失去方向感 台湾当下是的 可是民主政治 以及在民主的架构之下 所隐含的自由 法治跟人权的成熟 不只是华人 全世界都一样 当我们要突出人作为人的价值的时候 人不要再显得这么自我压抑的时候 民主民主政治的表现 他确实在所有的制度当中来讲 是最人性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说什么什么样的制度 是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民主相对来讲是的 好那韩国瑜讲的 那国民党的整合呢是大是大非 这是引诱韩国瑜的讲话了 那他他也他也说呢 民进党的愈合力像妖怪一样 韩国瑜讲这个话的时候 或许是那四席立委补选的过程当中 所感受到的 民进党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呢他很快就像你看到的电影 看看看看这个就是说 液态金属人一样 就是你你怎么砍他 怎么样去炸炸他 下一秒钟呢他 然后呢又又又凑成一个 一个完整的整体 而且而且可以随意的变形 那这个对于民进党 对于对手的恭维跟肯定 我我觉得当我看到联合报的 这个标题的时候 韩国瑜的讲话的时候 我我我认为韩国瑜参选的可能性 已经非常大了 他在 他在彩排一个 他要出场前 的气氛 就是因为 2020年是中华民国的生死之战 然后国民党的整合 应该是个大是大非的整合 而民进党这个妖怪太可怕了 那怎么办 那当然要推最强的 那韩国瑜呢就在等 等待就stand by 好那因为今天的韩国瑜呢要 要到大陆访问了 那这趟的访问 呃除了除了香港澳门 这两个地方香港澳门港澳 港澳现在跟台湾的关系其实是很是很糟的 是这十年来最糟的时候 甚至于比陈水扁的时代都还都还糟 糟到怎么样的地步糟到 我们的代表派不出去 我们的我们的官员 驻港驻澳的官员出不去 没有办法到任 现在几乎呢是在一个低量运转 所以不要以为台港台澳的关系很好 我一直想说你你不要以为 哎我现在去香港没有问题啊 我就澳门没有没有问题啊 那航班这么这么多 什么时间去啊 几乎几乎就像是shadowbiles一样 不但是现在的台港台澳的关系 当你知道我们连代表都派不了 而在台湾民进党的人物啊 民进党的人物在过去 有的时候到香港 我过去讲过 比如到香港参加香江论坛 江苏会的香江论坛 到香港的时候香江论坛 我会我会我会看到大陆的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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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国民党的 也会看到民进党的 包括像是林佐水啊 这些这些的独派人士 他们都过去都可以去去香港 参加像这种的两岸三地的 这种公开的论坛的平台 我也去过几回 在这论坛上面来讲 各言而至嘛 大大陆的这些 不管是不管是周周志淮啊等等 现在在在在就是社台系统当中来讲 那都都算是蛮高层的人物 或者智库 也都在那个场合当中见过面 但是现在通通都去不了 好那韩国瑜去 那跟跟跟这个港澳的特首见面 跟特首见面 韩国瑜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高雄市长 我我所谓的指示 那他毕竟在北京的思考上面来讲 他比港澳的特首还要稍微低一间 但是港澳的特首的接见 基本上除了对于韩国瑜对高雄 事发出强烈的善意 强调未来高雄和港澳之间的联联结可以深化 之外 这当然有北京 那在 在 给韩国瑜 那安排一个 热烈的高规格的欢迎室 好接下去他要去 深圳 因为深圳离就在香港澳门边上而已 深圳是 韩国瑜过去为高雄造梦 所以高雄未来呢 要成长到五百万的人口 大家笑死了 那我也我也我也觉得 觉得有一点好笑了 就是我所觉得有点好笑 就是说 这个 这不是吹不吹牛的问题 就是你要 你要吹牛要吹人家姓啊 高雄的人口 高雄 我对高雄的研究之长之久 比韩国瑜深深多了 那现在他是高雄市长 他对高雄一定比我了解 我就说 在他在他参选之初的时候 高雄人口在在萎缩啊 高雄从1979年 现在2019年 2079到2019 多少年的时间 40年的时间了 那这 40年的时间 你们高雄的人口 几乎是不成长的 到了这两年呢 几乎都是在在萎缩的 你说人口成长到五百万 大家会说 你在讲哪一年 可是你可以做 用深圳做例子 深圳呢 就是从40年前 40年前高雄升格的时候 刚好是大陆开放的第二年 就是深圳呢 还只是一个 人口一点点 二三十万 说小渔村可能太夸张了 但是就就没有 没有没有多少人 到现在呢 是一千多万人 的super city 那人家呢 可以从从从一二十万 二三十万的人口 变成是一千多万 的super city 那都大陆人多对了 但是那表示 一个城市的崛起 跟成长 他会吸附非常多的能量 人呢 就会往这个城市呢 集中 你也不要担心城市太大 我觉得过去对于城市巨大的那种恐惧啊 其实早早就落伍了 未来 未来的很久 甚至于永远 城市都会是地球上面 人类生活的主体 城市只会越来越大 生活生活机能只会越来越好 所吸引的这些公共的资源 只会越来越多 人是往城市集中的 而不是从城市疏散的 这个趋势 你不用怀疑 好 那最后韩国瑜还要去厦门 去厦门 刘洁一 现在的大陆的国台办的主任 刘洁一下来 那这场是重点了 大概最有政治性的就在这一场了 可以留意一下 好 除了联合报的头版之外 那待会我们再细谈 再来苹果日报的头版 那登记初选 提国际官 改革 团结 蔡英文总统 抛出来总统的三个条件 任何人在开条件的时候 你都要知道就 那个那个开条件的那个人 他一定是说 这三个是 我有的 而且只有我有的 其他人呢 要不然就少一个少两个 要不然就少三个 所以开条件不稀奇 作为一个竞争者 只要开条件的时候 你就知道就是说 那个人他自己认为 这三个条件是只有我有的 所以蔡英文说 国际官改革跟团结的时候呢 蔡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我有国际官 你们没有 不管是 不管是呢 赖功德 或者是含包子 你们都没有 第二个呢 改革 只有我有改革的魄力 我有承担 第三个团结 只有我能够团结 民进党团结这国家 蔡英文在讲这个时候 当然是在说 只有我的我有 好 这蔡英文的这个条件说 然后呢 就出门去了 好 这中国时报 中国 中国时报呢 韩国瑜呢 批评蔡英文 失去总统的高度 那因为蔡 蔡总统在出访之前的时候呢 酸酸赖金德啦 那挖个洞啦 把蔡 想要把赖金德埋了 然后呢 打一打韩国瑜 他说 韩国瑜你先把那个 那个 那个海洋局的那个办公室 还 我还出来 我说的还对啦 我说韩国瑜的批评 也对 总统 这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干什么 我那条新闻看了都很无聊 当我看到这些呢 绿色的媒体 绿色的网军 在说 哇 那个办公室呢 重新deco的时候呢 花了98万 浪费公堂 笑死人了 有没有点sense啊 就是 有的时候你要去做做批评的时候啊 不要 不要 不要就说 批评到已经是 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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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现实 都到外太空去了 98万 那还叫装潢吗 如果说作为一个 一个首长的行动办公室 买买家具等等 等等 有没有行情概念啊 98万算算算多吗 算浪费公堂吗 那 陈菊留留下来这三千多亿 在干什么啊 好 然后 自由时报今天终于 因为这自由时报 昨天当政治新闻这么热的时候 自由时报的头版 看不到政治新闻 但今天自由时报 2020拼连任 蔡英文登记初选 这个 这个新闻就 就有点意思了 当 蔡英文参选的时候 会放在头版头 而昨天 大家在讨论 劝禁韩国瑜 劝退赖清德的时候呢 自由时报的头版 全部都看不到 你就知道赖清德在 民进党的这场的党内纷争里面 是很尴尬 但是偏蔡英文 好 这是四大报的头版头 当然你会看到就是说 现在的蓝绿的讨论 蓝绿的讨论里面 对于赖清德的出马 到底有没有可能会造成 民进党当然非常担心分裂了 而且是深度的分裂 但是蓝英却担心了 民进党整合 就像是刚刚的 刚刚的韩国瑜讲的 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是 愈合力超级好的妖怪 真的吗 进广告 回头之后讲我的想法 蔡英文总统今天到帛琉 昨天到帛琉了 到帛琉之后呢 帛琉总统队对台湾是友善 台湾对在帛琉 其实还蛮有影响力的 你看过去国民党的这个 党党管会在那地方 盖饭店啦 然后老爷啊等等都在那地方盖 盖饭店 或是我的 现在算我的老朋友 那这个在 在台东的这个日辉度假村的老板 那郑月才 他其实 他其实最早也是在呢 帛琉 他的饭店系统呢 是在帛琉发机的 帛琉又饭店 所以台湾 在帛琉那个小小岛上面呢 就有很多的这些呢 从事服务业 从事饭店业的这些呢 台湾的老板们 所以在帛琉台湾是有影响力的 对台湾也友善 那蔡英文去的时候呢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这个帛琉的总统府 反正帛琉的地方很小了 开车转一转一下子呢 就转就转完了 就看那帛琉总统府 帛琉总统府呢 盖得像是 像是这个 小白宫一样 但是呢 那个总统府呢 是台湾的 台湾的政府呢 花钱帮他盖的 那如果你要去呢 总统的官邸呢 也不难 那个总统的官邸呢 多半呢 非常的庶民 我我我记得我多年前去去去帛琉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总统夫人呢 在他们家的院子晒衣服 那个大家就是帛琉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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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国 寡名 但是风景很漂亮 大家认为地球上面 最漂亮的风景 可能有一大部分呢 在帛琉 但是他在海平面之下 你要呢 潜水才看得到 好 今天呢 其实我我最感兴趣的新闻呢 并不是呢 台湾的选举啊 什么蓝绿啊 等等 我最感兴趣的新闻 比如说 当然这条新闻不是只有自由时报 有欧盟定调 中国是全面的竞争对手 这是欧盟 第一次 二十八个国家 开会在讨论 中国崛起之后 欧盟对中国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 当这个表示就是 欧盟欧盟在过去 在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他们反映就是说 欧盟承认就是说 过去对中国的崛起 欧盟缺乏思考 到底 对欧盟来讲呢 中国的崛起呢 是欧盟的一个挑战 还是欧盟的一个机会 呃 没有没有没有深度的讨论 新增共识 但是这一次欧盟呢 在讨论 讨论完之后定调呢 中国是全面的竞争对手 这个大概也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定调也定调了好处 但之所以需要定调 是因为发现了欧盟的 主要的成员国之间的 对中国的态度呢 落差很大 这个时候的讨论呢 尤其有意义是因为 因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 此刻正在意大利访问 那 意大利访问完了之后呢 他还要去法国 那这是欧洲的两个主要的国家 那意大利呢 现在表现的对中国 非常的热络 甚至于包括了5G的系统 那一带一路 意大利呢都非常的有兴趣 意大利对中国现在表现出非常高度的兴趣跟好奇 但是法国就就威逼 法国 马克宏 之前了 现在的法国政府表现出对一带一路就就没有什么兴趣的感觉 因此 但是我我相信了 既然习近平到了 双方面的还是会表现出某种形式上的热络 会比过去要了要要来的好 那尤其现在在脱欧在即英国脱欧在即的时候 整个的欧洲的体系 那正在一个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考验上面 中国的因素会在此刻进来会影响到欧盟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对未来的思考 好 所以呢 习近平这次的访欧 我就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 欧洲的这些国家比美国要务实理性多了 那美国基本上是个强权国家 打压中国呢是他的 是他的天职 他一定会持续的打压中国 非把中国打他不可 所以对5G的系统 你看到他为了华为的5G 他不择手段 他除了要求呢 这这些呢 这些的同盟国 那欧盟的这这些的国家 要一起跟着他呢 抵制华为 抵制华为的通讯产品 他寄出来呢 两两项的恐吓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们不抵制华为 第一个我告诉你 以后你不要跟跟美国谈什么情报分享 我的情报不分享给你 因为要通过你的你的电信系统 他有风险了 所以我就不跟你情报分享了 这个对于这这这些国家来讲 会不会有威胁感 一听当然也知道 你又在威胁我们这些当小弟的 还不够 第二个呢 你看他的他的国务卿 这个蓬佩奥 他到了 他到了 到哪里 到波兰 还是到哪里 公开公开讲说 你们这这些国家 如果不跟着我一起抵制华为的5G的话 我告诉你 美国呢 会考虑减少在你们这国家的驻军 这这些国家 东欧国家呢 都在都在呢 对抗了俄罗斯的第一线 他们都都还在 毕竟过去都有被俄罗斯呢 侵略过的经验 所以一讲到俄罗斯呢 都都会会会发抖的 那美国的驻军呢 是他们安全感的主要的来源 你看呢 这蓬佩奥的连 连这种话都讲出口 你就知道他们怕 华为的5G 美国怕华为的5G 怕死了 好 那这些5G的事情 我觉得将来最有压力 最有危机的在台湾了 这个以后呢 再在在谈 今天的今天的这个 自由时报的这个 头版头条新闻里面 还有一条新闻呢 也是有关的 就是 当然不是只有自由 自由时报有 各报都有 OTT呢 没有对中开放 所以 NCC呢 准备把爱奇艺 如果你常常在爱奇艺的 这些这些的平台上面 在追剧的 要追快哦 因为爱奇艺 台湾 台湾站 将会下架 换句话说 你要在台湾 再看到爱奇艺 民进洞 不准 那可能 你说 那那那那我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我觉得爱奇艺也好 或者将来 原来说五月份要进来的 腾讯也好 这为什么不能够进来呢 看剧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民进党来讲呢 什么都都都很严重 只要是牵涉到中国的 每个呢都讲的比天还大 所以呢 他们就 准备要下架 腾讯呢 你也不用来了 那什么时候会再看到爱奇艺 再再看到腾讯 那等明年选完之后再说吧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不要说对华为啦 对爱奇艺啊等等的 这些腾讯的态度呢 都都是这个样子 台湾将来的通讯升级的成本呢 会很高 甚至于在技术面上面来讲 的障碍会非常大 好 那另外呢 也要留意一下就是 对对于民进党来讲 对于深绿的深绿的 这些独派人士来 来讲 台大明天要开校务会议 明天星期六 台大要开校务会议 这个新闻其实呢 其他的各报呢 都都不太在乎 但是呢 自由时报呢 花了二版了 几乎全版 在讨论台大明天校务会议 要检讨 管中敏校长的事格性 因为呢 有某位名誉教教授了 这个深绿独派的名誉教授 提说管中敏呢 违反高尚品德的候选 条件 这个 OK啦 算了 反正反正就说呢 这个独派就像 陈诗梦一样的 好那 那这个呢 里面呢 包括了像 像是违法兼职 遭到弹劾啦 管中敏要不要下台啦 监察委员说 那要看管中敏的良心咯 因为弹劾管中敏的 那个理由 并不是在管中敏 担任台大校长任内 所以跟台大校长无关 所以你要叫管中敏呢 下台要辞掉台大校长 没有道理 所以基本上面全版 那都都是有关于呢 要继续呢 在台大校长这件案子上面 继续缠斗 要卡管 要斗管 的这些呢 后续的新闻 你就知道 独派的思维 他平常在想的是事情 跟大部分的老百姓 在想的事情 是不相关的 他基本上面 就在自己的意识形态 跟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 所构筑的那个情感的框框里 的里面 那在搞自己的事 那充满了这种的斗争 跟自以为是的价值观 好 那这个呢 都都是 跟2020的总统大选 不直接相关 但是 也会呢 发酵的政治新闻 那回到 回到就是说 民进党在这几天 从星期一赖清德宣布 宣布要领表参选之后 今天第五天 这个礼拜 民进党的初选 开始呢 压过国民党的初选 攻占了所有的版面 因此呢 大家就会说 哦 这好像是一个 是个策略性的操作哦 赖清德借着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 把这个话语权呢 全部都拉回去 那 让民进党呢 重新呢 攻占到这个媒体的版面 那 是不是呢 这是一个打假球 其实 只是一个策略性的运用 那 目的呢 就只是为了要呢 争夺话语权 然后最后呢 可能突然间 一个华丽的转身 然后 蔡英文能跟赖清德 不但呢 不但不斗了 不竞争了 甚至于呢 蔡赖配了 这种的 想想法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这个 国民党或者是 蓝军啊 真的是被吓打的 厦门大学毕业的 都被吓打的 因此只要看到你的 对对手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的时候呢 你总是觉得呢 这个动作呢 一定有阴谋 而且是对着你自己来的 赖清德 如果说有 有蔡赖配的可能 如果有蔡赖配的可能 赖清德根本不用宣布林表 赖清德只要躺在家里面 睡觉就好了 蔡英文只要被提名之后 蔡英文第一个 会想要去 去征询的 副手的人选 一定是赖清德 所以如果只想要当副手 赖清德 何必大费周章 然后呢 还要呢 被很多的党内同志酸 赖清德的参选 跟四席立委的补选 台南第二选区的补选的结果 当然是有关的 补选 赖了 赖清德不一定参选 但是补选输了 赖清德大概一定不选 逻辑是这个样子 赖了他 他不一定参选 但是这次赖了之后呢 赖清德参选 也不意外 你回头去看 在今年 今年初 当赖清德要不要辞掉行政院长 苏贞昌是不是要接行政院长 这条新闻 在酝酿的时候 你还 你还记得当时的气氛吗 当时蔡英文不断的释放出说 是谁讲的 是谁讲的 谁说赖清德要请辞的 之后当消息越来越明朗的时候 蔡英文所释放的讯息是 我们全党全力的未留赖清德 我相信蔡英文是真心的未留赖清德了 我如果是他身边的陈菊 我也会建议呢 蔡英文这个时候的姿态一定要低点 全力未留赖清德 把赖清德留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面 那个时刻我 我在 在飞铁早餐上面我也讲过 赖清德只要留 他就不他就不会选总统 他如果坚持辞 他一定选总统 好你想在 当蔡英文正在呢 正在未留赖清德 全党呢正在关注赖清德动向 而赖清德呢也表现出一副呢 虽然赖清德那个时候 大家问你会辞你会辞 那赖清德都不都不置可否 虽然台面下大家早早就知道他会辞 然后 苏生他会接 但是都不证实 那个当然是 避免避免就说 继任者的尴尬了 但是你回头去看的时候 那个其实态势是很明朗的 当赖清德表现出强烈的词意 蔡英文的强烈的未留的同时 也就是呢 台独四大佬登广告的时候 我一直说台独四大佬的那个广告 不只是叫蔡英文呢 放弃连任 而是那个文字当中充满的 对蔡英文的 轻蔑 不信任 简单讲啊 对独派来讲 蔡英文不是自己人 好所以 赖清德跟蔡英文的这次的初选 当然是选真的啊 那蔡赖配有没有可能 有一点点点的可能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条件要完成 什么条件 进广告 回头继续聊 蔡英文和 你不需要怀疑 就是说赖清德的参选是假的 是打假球 不赖清德参选 当然是是真的 那对民进党来讲 现在呢 只想要努力的去控制 就是说不要让这场的初选杀到 刀刀剑骨 血流血流成河 杀到一分为二 像是2008年一样 那 蔡赖配有没有可能 蔡赖配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蔡英文如果在初选的时候 你不能够先协调 前天的中 民进党的中常会 组成了一个五人协调小小组 那五个人看见笑死人了 那五个人 陈局领军 包括了柯建民 包括了 包括了 苏贞昌 行政院长还要去参与这种党内人士的协调 你是太闲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要是行政院长 这不是党不党的问题 我如果是行政院长 我这个时候我会避开这些党务工作 第一个你苏贞昌当年的协调 协调的多难看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当行政院长还要呢 挂上一个一个所谓的五人协调小组之名 那个实在是 第一个不累啊 第二个就让人家觉得基本上面就不务正业 然后呢再来两个呢 一个是呢 党主席卓中泰 还一个呢 还一个是已经的表态呢 挺蔡英文的这个郑文燦 五个人 这五个全都是蔡的人 全都是蔡的人 然后你在协调 协调协调蔡跟赖之间 你在协调什么 我若是赖清德 我看了也想笑啊 什么叫五人协调小组 五人劝退小组吧 五人反赖小组吧 好吧你要 你如果真的要蔡赖配 当然对民进党来讲 民进党心里面最好的组合 当然就是蔡赖配 当蔡英文继续领导民进党的时候 这些人各安其位 现在呢 所有艺人得到鸡犬升天的这些鸡犬们 每个人的好处呢 都还是一样 当然哦 但是蔡赖配的前提是 你要你要赖清德的民调声望 在对比式的民调的时候 赖清德是蔡英文的两倍 我的我的民调的支持度是你的两倍 然后你要我当你的副手 第一个民主国家没有啦 那你说你要你 你希望蔡赖配 那唯一的方式就请你初选的时候 打败我 如果初选民进党初选 蔡英文打败赖清德 打败了之后再去协调 就有一点机会 以赖清德的个性 那个是唯一的可能 你说 没有初选 或者初选你蔡英文败了 然后还要蔡赖配 哪有这种事 哪有民调高的呢 去当民调低的副手 何况如果民进党 如果你硬要提蔡英文 第一个必败 提赖清德 虽然赢的赢的机会 也不是那么大 但是呢比蔡英文要高很多 你只要提蔡英文 柯文哲一定出来 柯文哲出来的时候呢 你眼前看不出的伤害 等到选举快接近 气宝效应开始发酵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你认为 柯文哲的民调 是你蔡英文的 也两倍啊 请问你是气赖保科 气蔡保科 还是气科保菜 会气科保菜吗 你慢慢等 那个时候呢 连选立委的 连政党票呢 投出来的结果 不分区的席次都很尴尬 所以民进党 正常情况下面来讲 当然顺势而为 让赖清德出来 当赖清德出来 赖蔡配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那个对蔡英文羞辱太大了 但是我只是说 对蓝军来讲 不要去想什么蔡赖配 没有可能